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最火爆的新闻就是所谓的中国广州台山核电站发生核泄漏 很多人听完都吓傻了 吓呆了 这么大的事 可是这个事儿蹊跷要在于 核电站运营通报以及批谣的三方 中方 美方 法方 三方的观点和说法并不一致 所以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猫腻 作为一场独立的时政分析自媒体 砖头今天的有必要说一说 到底是中方掩盖 还是美方造假 还是法方 活稀泥 咱们运用咱们能查到的一些信息 进行一个合理的逻辑分析 我们来看看结果如何 同时我们也会根据核电站的运营的原理 给大家做一个综述 看看大家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大家倾向于是哪一种结论 那么如果你对本期节目感兴趣了 千万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点赞 点开发布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节目了 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好 老规矩 咱们先要说一下新闻 咱们先说一下CNN方面 它披露出来的一些消息 坦白的讲 对于CNN的消息 我们是要谨慎去观看的 毕竟CNN的媒体口碑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 大家都知道它的可信度到底如何 所以咱们不能因为说 它这次暴露中国不好的消息 我们就说它是可信的了 咱不能这样 所以咱们还是要冷静客观的来分析 那我们先来看CNN说什么 根据CNN披露的信息来看的话 运营和中方一起运营广州台山核电站的 这个叫法马通公司 在5月底的时候联络了美国的农员部 他们透露说 中国的台山核电站出现了潜在问题 那么接着在6月份 法方再次通知美方说 现在反应堆正在 听好了 他说的是正在外泄 由于核炼变所产生的一些惰性气体 因此正式要求美方同意 这个法方公司 与中方分享应对这个核泄露事故的一些紧急事故 因为根据以前的规定来说 这种事故发生之后 运用的一些处理技术手段 运用了美国的科技 那么根据之前中美关系 打贸易战等等一些原因 导致了法方并没有权限 把这个技术共享给中方 所以这是CNN方面说 说为什么法方要通报美国 而不是通报中方或者通报全世界 因为它需要这个技术的授权 那么这个是CNN方面的说法 然后据CNN称 说上周美国政府紧急召开会议 好几次专门专项的闭门 对这个事情进行分析和探讨 那么其中就包括了 由美国国安会主管中国事务的资深主任 叫劳拉·罗森伯格 以及主管军事控制事务的资深主任 他们两个共同主持的两次副助理部长 和一次助理部长层级的会议 而且CNN为了表明可信度 他还引述了曾任职于美国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核能专家 叫谢利尔·罗佛 他的话说 说法国人出面求援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因为中国总是喜欢展现一切都很好 总是很好 这个话里边就很明显 话里有话 话里有话的意思就是 中国实际上是在掩埋的 而且根据CNN他们继续的爆料说 说实际上中国在不断的调高 中国不说吗 说这个事没有问题 我们泄露的周围一切检测的核标准 那么美国方面解释说 是因为中国在不断的调高 他们的检测标准 实际上这个事情对于法国人来说 法国的标准来说 已经对于周围人民造成伤害了 已经过了危险值了 但是中国不乱调高 没有事 这是美方的观点 好 这刚才咱们说的是美方的消息 咱们也来看看中方的消息 所谓的批谣 这也特别有意思 这个消息登在了中国的官媒 也就是说新浪新闻当中 那么根据新浪新闻的标题 它写的是叫 CNN造谣中国核辐射威胁 台山核电站回应 回应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什么事都没有 没有事 向着天空笑一笑 真的没有事 而且中方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 那么中方说 美方 美国CNN电台 故意歪曲事实 污蔑我们 想把我们速度成 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那样 刻意隐瞒事实 不断修改政府标准 目的是为了不让核电站停机 想把我们速度成这样 我们是吗 我们当然不是 这是中国官媒的说法 那么他总结出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 为什么法国方面 这法国现在成了中美两边的风向里边 夹头老鼠了 法国现在是很难来回应 那么都往法国这边来猜测 美方说 法国向我们美国通报 是因为为了获取我们的授权 而中方说 说中广核也就是运营台山核电站这个集团 是于2019年8月份 被美方列入了出口管制的实名清单 所以现在法国电力集团旗下参与台山这个核电站运营的 法马通公司联系美方 其实是为了寻求技术共享的豁免 贪图这个技术 所以按照中方的观点来看 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核泄漏 不过是法国方面为了贪图技术 进行了一场商业运作 甚至带那么一点商业欺诈的味道 全是CNN的错 全是CNN坑我们 但是呢 就是只从这一点官方的说法来说 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我们都是放到后面再统一说 但是我先提一嘴 就是这个实体清单被列入是在2019年 那么已经经过了到了2019年一年 2020年 又到了现在的2021年过了一半了 他为什么现在提出豁免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现在在这个当口来提出一个豁免呢 你之前一年干嘛去了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这个事情似乎中方也没有反对 或者没有不承认说我们的核心战没出问题 他只是说法国方面提交这个申请 是为了谋夺技术 然后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 你看我们周围检测点都是正常的 我们周围检测点如何如何如何正常 如何如何检测香港这边都没问题 全都没问题 他用了大量篇幅来说这个问题 但是他却没有一个足够的证据来论证 这个核电站到底有没有问题 那么在中方的一些新闻 我又找了一下 在中方新闻的最下方是有一组数据的 他是这样说的说根据国家核安全局4月9日通报 4月5日台山核电厂发生了一起零级运行事故 那么根据他的说法是说运营单位按照计划执行废弃处理系统 某段管线水风冲水操作时 初次冲水之后 水风未达预期效果 再次水风冲水完成后 出现烟囱气体排放性排放剂量率高1 这个警报 那么在下午的1点58分14秒 烟囱气体放射性剂量率降至高1报警罚值以下 事件结束 那么经过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运营单位展开检测验证 初步判断 报警原因为在初次水风冲水后 少量放射性气体非预期进入水风管道 再次水风冲水过程中 残留在水风管道中的气体经通风管道排放至烟囱导致 那么经过计算 本次排放的惰性气体放射性总量 占年排放限值的0.00044% 再给你念一遍 你数几个零 0.00044% 所以潜台词就是中国这个没有事 没有事 朝朝天空笑一笑 真的没有事 我们的安全非常的安全 好 那么新闻就是这样 如果只看这两个新闻的话 很多观众就一脸梦圈了 对不对 这两者说实在的都不可信 CNN前身是劣迹斑斑 各种假新闻 它是没少报 可是中国官媒你就敢信吗 对不对 中国在事故处理上也一向是 经常是捂盖子捂出天际来 对不对 还记得当年那个动车事件吗 这个当年有个小品 出了事情怎么办 把它卖起来 什么事 把它卖起来 什么意思 把它埋起来 当年中国动车出事以后 别的国家都是赶紧把车跑起来 是不是 赶紧救人 中国把这列动车埋了 后来没辙才又跑出来 怎么着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也是有前科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必须要运用我们自己的大脑 进行一个逻辑分析 那么要想进行这个分析 我们必须要对核电站 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太过详细的东西 我不能跟大家说太多 我也不是理科生 但是我运用文科生的思路 我给你把同系统结构方面 给你讲一讲 很多人都一提说 核电站好高端大气上档次 其实我跟你讲 核电站如果你真的吃透了 你给它理解运营以后 你哪怕不知道它怎么运营的 原理你不知道 但是你只要明白它运行的过程 给它拆解开 其实核电站一点都不高深 核电站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什么 烧水壶大号的蒸汽机 我们知道自然界 我们经常运用一些电能 那么电发电的方法 有潮汐发电 有水力发电 还有这个看图片 风力发电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那么不管是哪种 哪种电 它其实都是一种自然的能量 推动这个里边的发电机组 让它旋转导致让它发电 那为什么说到烧水壶呢 它实际上就是用核裂变反应 产生的高热能去加热水蒸气 就跟烧水壶是一样 只不过我们烧水壶是用电烧 是用太阳能烧 是用煤气烧 它是用核裂变反应烧 那烧完之后 驱动水蒸气 热蒸气去推动发电机组运转 就跟后面的步骤 就跟什么火电站 风电站 从本质来说 没有什么区别了 只不过风电站 水电站 火电站 它们采用的是风能 水能 火能 而这个采用的是核能 仅此而已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因为核能有很强的威胁性 因为它的放射 它是属于一种禁忌的力量 它放射出去之后是让人命的 所以它的结构 主要是两个结构 一个是发电的部分 一个我们称为核心的叫核岛 核武器的核 岛屿的岛 这个部分几乎是密封的 是几乎是最安全的一个区域 如果这个问题地方出问题了 那基本上就要出大问题了 叫切尔诺贝利 像日本的核岛 都是这个福岛说错了 日本的福岛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问题 那么这次传说的 这个有害气体泄漏 也就是发生在 这次所说的 所谓的核岛的部分 我们来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部分的结构 其实很简单 一般来说呢 它分为一回路 二回路和三回路 这么说起来好像挺绕的 其实你就可以解释为 烧火炉子 然后水壶 还有水壶烧出的一个蒸汽 推动做工的发电机组 你把一回路 二回路三回路 理解为烧水炉子 水壶和发电路 蒸汽的出嘴 就可以了 这么好理解了 这次出现的问题在哪呢 在它的这个烧水炉子部分 这一部分是不能外泄的 所以它的这个核岛里边 这个烧水部分 就是核反应堆部分 这个一回路 它是封闭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要想让核炼变产生的热能 足够高效的 传递到外界 你需要它的这个 一回路和二回路 是有一个交集 哪怕中间有隔离 但是你要有交集 这个交集部分 往往产生问题 因为你要保持这里边 根据我掌握资料来看的话 在这个核电站的 一回路和二回路期间 他们往往会要加入一些添加剂 来保持这里边的冷却水 处在一个高压状态 如此才能容纳更多的热量 才能产生更高的这个热传导效应 如此发电的功率才能更高 核原料不是白来的 不是地理大白菜 它要需要进入油浓缩等等 怎么样一些处理 反正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都是钱 所以它的效率 这个企业也是 它要挣钱 它要效率 它必然要追求这个效果 但是凡事都有后果 我们都知道 材料学这个学科 很多人都听说过 但不是很了解 但其实 在人类现代科技的发展到今天 很多什么高精尖的理论性的 什么什么量子物理什么的 都没有在我看来 都没有材料学价值大 为什么 因为高能物理也好 数学也好 计算也好 都存在于空中 那是想法 而让你的梦想成为现实的 恰恰是材料学本身 你看以前的车为什么跑了没有 今天快 一方面是技术问题 另一方面 那个引擎的曲轴 还有那个传动杆什么的 材料不过关 你转快了以后 压机就炸了 所以你的车跑不快 可是现在为什么能够这么强 马力那么强劲 那种超级跑车 飞上天的火箭等等 各种都是因为材料学 合金 怎么演练 它的密度 它的强度 韧性 达到标准了 人类的科技 就可以往上走一步 所以材料学 是人类科技的基石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而我们知道物质 是由原子构成的 原子又是由更小的 各种各样的 里面的其他的什么分子 甚至还有中子等等构成的 那么原子 我们学过初中 还是高中物理 初中学的原子排列 其实原子和原子之间 是有间隙的 所以你把两个 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物体 用压力把它们压在一起 过一段时间 你看 会发生一种什么 原子渗透的这个现象 就像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 写一个 在墓碑上 写 木板上写一行字 然后过多少年以后 你往下刮 告诉你入木三分 有人说这是因为比例写的好 屁 我告诉你 就是互相的沁染 分子渗透 就是这么个原因 所以说核电站 哪怕它采用了非常高端的安全的 高密度的高安全性的这种材料 但是根据目前核电站 从人类开始运作核电站 到今天几十年内经典来看的话 核电站 它的材料也是需要定期换代的 如果出现偷工减料 如果出现一些隐患的话 它的材料不符合规格 该有这么厚 你给我弄这么薄 表面看起来没问题 但是过了若干时间之后 就有可能出现碎裂 就有可能出现破损 就有可能出现泄漏问题 你想一想 这个一回路 这个火炉子里边 这个加热器里边 是高温高压的 充满核辐射的 充满放射性能量的这种废水 你又给它压力 那你说如果材料不过关的话 出现隐患的话 会不会往外泄漏 你自己说 毫无疑问是一定会的 所以这次中国核电站到底有没有释放泄漏 其实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材料学 它在施工上 它在制作上到底有没有通工减料 这个观点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去验证的 因为我们都不是核专家 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调查 我们连一手的数据都拿不到 但是我们现在手里有两份报道 一份是来自于CNN的 一份是来自中国官媒的 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思考 你会发现 咱们已经刚才通过我的解释 了解了核电站的运行基础和原理 基本原理的话 你会发现不管是CNN的报道 还是中国官媒的报道 双方似乎都没有否认有一个事实 就是确实有一些气体泄漏了 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CNN方面说的更严重 是什么中方瞒报等等 那都是修辞 那都是修饰 都有可能扩大 但是核心点是有泄漏 这没问题吧 能够独立思考的朋友 都应该听明白我说的什么 有泄漏CNN说的 而中方也说是机组问题 什么什么出现了什么气体 但是它主要 中方主要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法 来宣布来描述 我们排放是安全的 我们的基值是0.00044% 你看对着你完全没有影响 所以你是安全的 它也没有否认泄漏的发生 好 那么既然我们可以确定 确实是有泄漏发生 或者这么说吧 有故障发生 只不过CNN方面把这个故障 渲染的通过未知 渲染的很危险 有可能像日本河岛一样 而中方把这个渲染的 就是很微不足道 很安全 是零级的安全事故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向上天空笑一笑 所以说我们从中 能够得出那些结论的 那么我认为无外乎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中国方面 粉红们最喜欢看到的局面 就是帝国主义之心 亡我之心不死 外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我们没事 好好的 你非要记在你里面跳骨头 要给我们找出事来 所以这就是一种情况 这种可能性很低 我经过的我的推算 我认为很低 但是它是存在的 为什么我说它很低呢 因为 首先第一点 刚才我们提到了 如果说 像中国方面的官媒的解释 说法国方面通报这个事情 是为了谋得美国的技术的话 人家为什么在2019年 限制令刚开始的人不做 为什么2020年人家不做 非要等到2021年现在做 非要在你所谓的 你发生了零级的 安全的事故之后做 这个道理说不通 为什么发要今天呢 而且CNN方面 它说 说美国哪些哪些官员 根据这个事情 开了哪些哪些会议 开了几次部长级会议 从造假的专业角度来讲的话 造假最重要的点 最重要的点 是用可能 也许大概 没准营造一种氛围 这叫造假 对不对 你都已经作为一个专业媒体 你造假的有点技术含量 你不能空口无凭 你既然他CNN再不可信 他给出了美国官员具体的开会的次数 开会的人员的名单 领会人员名单 这已经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了 所以证明这个会议至少是存在的 那么综合中方和美方的里边的一些细节 我认为 说完全没有事情 小粉红喜欢这个第一种可能性 我基本给他pass的 可能性非常低 但是存在 那我们主要说后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 就是第二种 美国CNN它故意宣传这个东西 是为了美国下一步 对中国发难 做一个舆论准备 大家你想一想 核泄漏 核泄漏它是泄漏 中方说我们很安全 如果说后面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那么美国CNN自己打脸 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如果说今天明天后天 或者一个月以后 真的传出来消息 广州地区的核辐射标准升高了 或者说真的美国方面拿出了一些 包括法国方面 出台了 或者是宣布了一些专业的 官方的 有权威性的报告的话 你要知道 现在如果一个月以后 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现在CNN这则报道 其实就是埋在北京 埋在中国的信任下面的一块梯子 它那个时候一抽这个梯子 在国际上会极大的摧毁 颠覆北京在国际上仅存不多的可信度 这是非常厉害 如果属实的话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棋 而核电站可以泄露 那病毒实验室呢 你明白吗 关键点在这儿 很有可能CNN是运用这步棋 来为美国在三个月之后 时间点都对上了 三个月之后的病毒报告 来做一个舆论准备和铺垫 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相信 你看中国连核电站这么危险的事情 都有泄露的可能 而他们还掩盖的话 那么病毒呢 是不是更容易掩盖呢 以此来完成布局 这个我认为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CNN有可能再做这样的布局 这是一个可能性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 第三种呢 就没有前两种互相之间那么对立 那么极端 要么有事要么没事 第三种呢 就是泄露确实发生了 但是既没有CNN说的那么夸张 好像整个广州要完蛋了 也没有中国方面说的那么安全 实际上最后发生的可能性 就是它的安全标准 确实发生了一些小故障 但是已经被笼装住了 已经被修复了 泄露产生的这些气体 按照法国人的标准 那是对于人是有危害的 所以要通报要怎么样 但是按照中国人的标准 没有问题 没有事 现在天空笑一笑 我们中国人吃遍了这个是吧 元素周期表 我们对于异常的抗性 是非常高的 反正谁也不知道 你得了癌症 你得了什么病 是因为我们核电站泄露的 你拿着证据来 有吗 你没有 所以就是没有事 很有可能是由于中西两方面的差异导致的 毕竟咱们实话实说 在中国生活的网友生活的朋友都知道 中国是存在两套标准的 一套叫出口标准 一套叫内销标准 否则的话也不会出现以前出现过那种违货商场 是不是 为什么要违货 因为人家是出口转内销的 一说出口转内销 老百姓都知道这是好货好东西 但是没有人去想一想 为什么出口的转内销就是好的问题呢 就比内销的好呢 为什么出口就是好呢 就是因为中国的标准 安全标准 饮用标准 食用标准等等标准 都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 只有这一个解释 所以这一次 多了我不说了 这次的另一个比较有可能性的答案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 外国人可能认为危害生命了 在对中国政府来说 其实毛毛雨没有关系 只要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只要没有造成大规模的这种死伤 像马拉松这样 彻底的把中国的脸面丢进了 除了这种事情之外 其他事情呢 只要能盖住的就都盖住 所以最后到底是 这三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 那就看认者简单知之了 观众朋友们 你们自己的观点是如何了 反正砖头的是把可能性 都给您列出来了 而我个人认为 最后答案很有可能 就在我说的这个第二种 和第三种之间产生 我认为应该没有更多的可能性了 那至于更多的广大网友 你们对这事情怎么看 你觉得砖头分析的在不在理 或者是我分析哪有漏洞 哪有不合理的地方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指出来 咱们的评论区进行一个探讨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你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点开关键小铃铛 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 支持我做出更好更优秀的节目来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